当别人误会你,责骂你的时候,你是选择以牙还牙式地对回去,还是一笑置之不过多理会? 也许你会信誓旦旦地说,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,可真正遇到的时候,恐怕大部分人还是会由着自己的情绪突一失之快,与对方发生一些争执或是矛盾。 小的时候,我们总喜欢一起用事,尤其是刚有长大这种意识的时候,以为自己已经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,会故意做出一些大的动静。 比如,男生喜欢挥舞拳头,用力量来保护自己,女生则靠一张伶俐的嘴,不让自己吃亏。 这些简单粗暴的方式,看起来简单一行,却也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笨办法,终究都没有把问题解决好。 直到自己的年纪和阅历慢慢增长起来,你会意识到,越是直接地处理方式,往往杀伤力也越大,效果更是差。 有一位网友说,他们单位最近提拔了一位年轻的领导。 大家都认为年轻人年轻其盛,做领导不稳重,可这位年轻领导的呼声却很高,因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稳重。 话不多,要说也说的都在点子上,从来不议论他人是非,几乎没有在说话这件事情上得罪过别人,或是与同事闹过什么不愉快。 相比之下,很多老员工都没有他沉稳,这种沉稳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智慧的基点,他绝非意识,因为沉默不只是截止语言,还要控制自己的表情。 不安的表情同样会暴露你的焦躁,暴露和放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,而隐藏和意志才是最难的,它是一种高级的自律。 正所谓此时无声声有声,要说发声处处都有,但事实的沉默却难得一见。 年轻的领导通过他的行动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稳重与涵养,他不仅仅是在语言上节制,更是在情绪上有高度的自控力。 他的这种沉稳和内敛,是一种深厚的修养,是一种高贵的品德。 在工作中,他以身作则,不仅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,也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。 很多时候,我们看一个人是否优秀,不仅仅看他在高光时刻的表现,更要看他在日常琐事中的态度和行为。 年轻的领导在日常的点滴中体现出的修养和智慧,让人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。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 这种积累不仅体现在工作能力上,更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。 他的沉稳和沉默,不仅是一种自我控制,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。 之前看过一篇文章,说看一个人是否懂得尊重别人,就看他对待服务生的态度如何。 当时并不怎么理解。 直到工作后,需要和客户约见,必须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,才对这个说法深有体会。 有时候,饭局会安排在口碑不错的店,碰上周末生意好起来上菜,就会不及时。 这时候,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反应。 有的人比较耐心会说,等等吧,毕竟人多可以理解。 有的人就张牙舞爪地,必须要把服务生喊过来教训一通,好像自己受了多大的气一样。 在公众场合,看一个人的气场和涵养,就看他懂不懂得沉默,沉不沉得住气。 随心所欲地表达愤怒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,但是在愤怒的时候保持沉默,却需要修养的磨练和积累,需要心智和身体的多方自律。 虽然我们是被誉为上帝的消费者,对方是服务我们的人,但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。 钱不能让你自然而然地比别人高贵到哪里去,自大只会让你暴露得更彻底一些。 饭桌上能沉默等待的,都是能换位思考,体谅别人难处的人。 当一个人懂得尊重别人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,只有先尊重自己,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别人。 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时期,有一个青年叫孟敏,他曾感激买了一个瓦罐背着回家,被一个扛钉耙的人不慎碰破了。 但孟敏已沉默待之,连回头看都没有,继续背着破罐走自己的路。 这是被当时的大名使郭林宗看见了,就奇怪地赶上了孟敏说,喂,你的瓦罐被人碰破了。 孟敏冷静地说,我早知道了。 郭林宗惊奇地问,那你为什么不和那个碰罐的人平平理? 孟敏回答说,瓦罐已经破了,找他也没用,无非吵一架,别人看他热闹,再说他又不是故意的。 这件事在当时传开了,孟敏成了东汉的知名人士。 许多官员纷纷邀请他入室,但他总是以沉默回应,选择修养终生。 孟敏的这种沉默,展示了他内心的修养深度和崇高的品行丰富。 这种永恒得魅力,令人倾倒,消人魂魄。 沉默是一种不越界限的保护。 很多人喜欢在公共场合随意发声,总是让别人下不来台,该沉默的时候不懂沉默,只会让你的人缘越来越差。 在一次同学聚会清点人数的时候,班长问一位女同学怎么没把老公带过来,对方支支吾吾半天说离句。 工作忙走不开,谁想另一位同学竟然抢过话去说,你们不是离婚了吗? 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,场面十分尴尬,一场好好的聚会就这么被他毁了。 当然,后来在饭桌上,也没有人再和那位爆料的同学多说一句。 因为这样不知沉默,不懂分寸的人让人心生嫌弃,如此口无遮拦也是一种教养的缺失。 谁都不愿意和不懂分寸又守不住嘴的人做朋友。 沉默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尊重和修养,也是对自己的一份爱护,更标志着一个人的成长。 青春年少的时候,我们都喜欢表达自己,而且是强烈地表达。 我们热衷于表达自己的观点,争论自己的看法,总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。 然而,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们渐渐发现,真正的智慧不是在于言语上的胜利,而是在于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。 很多时候,沉默是金。 在一场争论中,保持沉默可能会让你显得更有涵养和智慧,因为你不需要通过争论来证明自己,而是通过行动和内在的力量来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沉默是一种力量,它能够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和争端。 它是一种无形的盾牌,保护着你的内心不受外界的干扰。 在职场中,懂得沉默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同事和领导的信任和尊重,因为他们不轻易发表意见,也不随意评价别人,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 这样的人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,因为他们拥有冷静的头脑和深思熟虑的态度。 沉默还是一种自我修养的体现,它需要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,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影响。 正如孟敏在瓦罐被打破时的表现,他没有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发作,而是选择了冷静和理智。 这样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,而是需要长时间的锻炼和积累。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,我们不必急于发声,而是可以选择沉默,静下心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这样,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,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。 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情,总是喜欢找人倾诉,到处说,希望从别人那里能得到一点慰藉。 慢慢长大了,我们会发现,说太多,过分地表露自己,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,反而会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,靠倾诉得到的情绪安慰也只是短暂的满足。 相反,事实的沉默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,是给自己留的一条退路。 无论在精神还是肉体上,赤裸裸的暴露总是令人害怕的。 卡莱尔有一句名言,蜜蜂不在黑暗中就酿不出蜜,人的大脑不在沉默中思考便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。 张口说话容易,闭嘴沉默不易。 什么事都不要急着辩解,什么话都不要忙着倾诉,学会说话只要几年,懂得沉默却要几十年。 沉默的智慧并不是教人坚口不语,而是希望我们能深思熟虑,三思而后说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